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600多年的历史了 1600多年 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有一个指示牌 这是丙寗寺的第一号洞窟 我们只能看到这个牌子 这个洞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 防护堤坝以下十多米的地方 淹掉了 因为它的位置是非常低的 修建留家侠水库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是做了这个 拍照 测灰 然后给它做了些简单的防护措施以后呢 这个洞窟就淹没了 看里面有这个西秦时期的一宗吏佛 然后它两宗还有两宗这个 邪式菩萨 因为它是石太泥塑的 当时没有办法把它从这个 丫头上给 搬下来了 搬迁 所以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 如果挖掘的话 有可能还在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大佛 这个大佛是唐代开元十九年 一山石雕的一个 二十七米高的明了大佛 好 好 好 真的好啊 怎么这么好啊 怎么这么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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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